因为脸部到颈部有着大面积血管流 让丽妍在就业上遭受许多异样与不友善的眼光 她认为严损者一样拥有专业的工作能力 和积极的工作态度 在职场上需要同事的同理而不是同情 在我第一次出社会的时候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饭店的房屋人员 然后我在当时我很疑惑的事情是 在我每次我觉得我可以自己完成工作的时候 却有一个阿姨会一直来帮我 对 但是我其实当下的时候我没有觉得哪里不好 或者是其实我也说不出哪里奇怪 就是其实我可以自己完成工作 但是她都会来帮我 但是后来就引起了其他同财的一些 不高兴 对 不高兴 就是觉得说为什么你每次都要去帮她 然后不帮我们这样子 然后她就突然语出丁缘的说 因为我觉得她看起来很可怜啊 对 她就说 在大家面前 对 在大家面前直接说 因为我觉得她看起来很可怜啊 然后我就觉得 我们的外表不能够去证明或者是 等同于我们的能力 其实我是可以自己完成独立的作业 也可以跟别人有同样的工作能力跟工作态度 在于工作上 只是大家会以刻板印象 或者觉得说 我们可能就是 很看起来不一样啊 所以就觉得我们很可怜这样子 希望大家可以是 以同理而不是同情的态度在面对 就是我们原本的朋友这样子 原本担任客运司机的张先生 因为罹患口腔癌 术后影响语言和吞咽功能 外观也留下明显痕迹 半年多来找工作四处碰壁 餐饮业者提供的实习计划 让他看到一线曙光 重新展现真正实力 阳光基金会吸手餐饮业者 推动职场脸部平权服务计划 号召企业一起响应 营造多元友善职场环境 帮助严损朋友实现职业梦想 请问 你会以长相安排工作吗 你曾经拿员工的外貌开玩笑吗 你会用外表而决定提拔的对象吗 你们会羽毛取人吗 南光有43年的历史 但目前我们积极的推动脸部平权 已经14年了 那除了今天的职场脸部平权的推动之外 我们过去曾经透过各种各式各样的方式 从圆游会 亲子圆游会 从策展 从国道马拉松路跑 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国人知道 脸部平权的重要 因为确实每一个人身在这个地方 都有应该要被尊重 以及拥有自我实现的机会 这是我们一直在对社会大众 宣导的一个理念 那今年呢我们把目标放在职场 其实阳光非常的期待有更多的企业 能够加入职场脸部平权服务计划 能够让我们的眼损烧伤朋友 在面试的时候 不再为了他们的外貌 所带来的这个刻板印象啊 这个歧视啊而受到限制 所以我想说这样的尊重平等 还有多元共融的这样的职场的推动 我们也希望更多企业加入以后 慢慢的去扩散到我们整个社会 都是一个多元共融的 尊重平等的一个社会 那我相信各位商友们一定都非常有才华 也很有工作的潜力 那只是缺少一个工作的机会 那希望对这个机会 能够让他们在职场上花光花热 那这次的我们三参与有341家的门店 会参与这个计划 那提供友善跟安全的一个实习的工作场所 那帮助这个商友们能够真的很简单的 很轻易的就能够到职场上来 因为毕竟我们的餐里面虽然说是服务业 那有些人提到服务业可能说 哎呀服务客人啊等等的 那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工作站 那是可以做的 是可以做的 那而且现在社会上对你这方面的 这个能够包容性也是越来越大了 那所以说这个不要担心 只要你勇敢的踏出来 那我们一定会 尽全力的帮助各位 能够在职场上花光花热 我觉得很棒的是就是说 常常参与的点很多 那很多人进进出出就可以看到说 我们在生活当中一个小小的动作 那用一个卡片一个小小的动作 我们其实就可以不断的提醒自己说 我们可以对这个社会做一些小小的贡献 其实是我们也想借这个活动提醒整个社会 其实我们的社会越来越进步 越来越这个能够接受不同的多元的这样子的一个形态 所以我想我们的包容性一定是越来越强 那一点点爱心 多一点点包容 然后能够让我们社会上每一个人都有均严的 无论在职场上或在生活上 都能够过一个有均严的生活 即日起到9月30号 民众只要使用悠游卡或悠游妇 到餐饮集团旗下品牌消费 单笔满额除了可享门市优惠 悠游卡公司还捐五元给阳光基金会 一起力挺职场脸部平权服务计划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道